诶,那个灯一定要像零上镜这样子,哦,我的眼睛也带到,它的后面是不是有点暗暗的feel,然后它旁边有一盏灯,我们一定要拖到很像零上镜,这样子才感觉到我的professional,还有我很尊重这个影片,我们打不到什么,没有什么法学买灯了,哦,对,它还有那个YouTube,那个版啊,那个牌在后面,我没有牌,就这样子了,现在要打灯了,眼睛要脱掉,因为会反光,哎,YouTube 1,3.0,now it's beginning, 第一次来,3,2,1,YouTube 1,3.0,now it's beginning, 看下来,we is 零上镜,那你们会不会有一天在一起呢,打灯了,哈啰,你好,我是零上镜,很多人叫我对零上镜,不过后我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坏对它, 很多人希望我会对零上镜,因为零上镜拍了一个他的爱情观点的那个视频,我就手满痒的,去留言哦,讲了说,这个影片你一个人讲,当然是你对啦,就是类似这样子的话啦,然后你试试看,邀请我上去讲的话,看谁对,就是我纯粹只是这样子讲话,因为我就是一个很自贱的朋友的人,不要,然后就这样,零上镜哥哥儿,就把我的这个回忆放在了Instagram,投在了Story,然后就标记我啦, 当然了,我也是很犯贱,我还是有回应他,就这样,我们获到了高大媒体的报告,啊我已经要带走了,I am a baby girl,in a baby girl 后呢,还要上传了一个新的视频,就还要回应爱情观的事件,然后下面留言的人啦,然后我就留言了,但我是在看,不要自己讲,呀,so today I set a camp,因为我这几天都在忙着我的不是的东西啊,我不是靠YouTube的频道,但是又好像是哦, YouTube是我的一个小小的income啦,我还有其他income啦,OK,来,Let's do,很多人叫我对零上镜,但是我们一定要有point,这样才想知道我们的内涵,我们的情商,我们的EQ跟IQ,EQ跟IQ的分别是什么啊,所以呢,我就在我的社交媒体有po了,一大堆我想对零上镜,请问大家有什么意见这样子嘛,结果大家给的一点留言都没有帮助,所以我就觉得我要靠我自己,我要画对零上镜属,也有很多人说我很做啦,很baton啦,拍这种有的没有, 请放我的歌曲 很多人都说很多YouTuber跑出来撑热度,我相信我这个影片播出去的话,很多人也会觉得我是真热度的,但是我希望那类型的留言,它不会在我频道出现,因为我看起来不明显呗? 还有人留言说,为什么YouTuber有话不要直接说,要用拍视频的方法,对我今天也是用拍视频的,我今天就要来问我那个朋友啊,为什么他不要直接打电话,我要看他电话有没有坏,我现在打给他 诶嘿YBB,诶我想请问一下你啊,为什么你有话不要直接对零上镜讲,你要拍视频哈? 因为我觉得拍视频比较能够提醒到他咯 手机没有快就好,OKOK,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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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吓掉你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影片是同一天拍的,我会放一个视频在怼杨宝贝,但是杨宝贝知道了的,所以大家不要太过can,哈宝贝啊 我跟上镜日早6点,我跟上镜日早11点,你还在哪里讲呢? 哈哈哈哈 OK,拜拜 还能看过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呢,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视频嘛,因为呢我要把这个视频啦,讲事情越长就做越多钱啦 那我必须要打快点视频啦,因为他讲话速度很慢,弄到我想睡觉啦 大家好,很多情侣看起来很配,但是最后呢,没有办法都在一起 OK,他说了,很多人看起来很配,但最后没办法在一起 其实从以前到现在,很多人都跟他讲我很配,可以不要吗?很多人讲你知道吗? 是不是你跟他很配笑哦,其实 诶,不用喊? OK,我们要去看 OK,他有说了他对爱情的那些观点啦 其实对于我自己的观点来说,女生随着年龄的成长,她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会改变,会要求很多 但是这个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大的女生,她们更加不会轻易谈恋爱 年轻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喜欢一个男孩子,然后不顾一切的谈恋爱 但我们也学着年龄的成长,我们不会这么冲动的谈恋爱 其实我觉得整个影片,她的爱情观点是她的爱情观点嘛 因为每个人讲的方法不一样,理解的意思也不一样 很多东西他其实是没有对错的啦 我觉得整个视频最错误的地方,这个是我个人观点啦 就在这个视频里面呈现一个20岁的人会走在一起,可能会是这个原因 其实我们觉得我们最不应该站在我们的立场去评论别人的爱情 因为我们不知道她们经历什么,我们不知道她们是不是为了对方付出了什么 我们更不应该拿别人当例子,因为我们不认识她们,我们也不是她们 也不知道她们的爱情到底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从她的留言当中,我们看到很多林尚敬犯的错 留言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人在骂林尚敬 我们一天的时间呢,本来就很有限 睡觉,朋友,家人,女友,宠物,爱好,工作,逛街,看戏 要把东西做好呢,一天最多整选3到4样 过后呢,他在他的3分钟视频里面又有讲了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一天的时间很有限啦 睡觉,朋友,家人,女友,宠物,爱好,工作,逛街,看戏 要把一些事情做好,一天只能做3到4样 OK, finally I got a point to 堆行 所以大家现在拿起你们的纸,跟你们的笔 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管理时间 这又是我平时怎样管理我自己的时间啦 尤其是林尚敬 如果你再看这个视频的话呢,其实我可以为了你开一堂课 只需要888教你如何学习时间管理 凭什么我可以开课教大家如何管理时间呢? 就凭我有5个男朋友,到现在大家都没有发现到对方 哪有勒?哪有勒?哪有勒? 什么? OK,一天有20小时,我给你8个小时睡觉 你还有16个小时的时间 我给你工作时间8个小时 你还有8个小时,我一天给你洗3次澡 一次洗1个小时,让你脱皮 再来3个小时的吃饭时间 你剩2个小时 然后那2个小时你拿来 等下来拿1个小时 诶,上今好像又讲到很对哦 诶,你看安静一点啊,安静一点不可以是吗? 现在我在拍影片,我讲我对 没有人可以发声音,OK? 影片可以CUT的吗? 现在是我的影片,我讲 现在是我对 噓,不要讲话,你不要出声 没有人会发现到一个问题 OK,我们这个整部分CUT掉了 OK,不要播哈 我们重新来过 现在我们正来学习如何时间管理 一天有20小时 人平均睡觉时间是7个小时 我给你12点睡觉 起来洗澡 准备吃早餐 你不要告诉我你不够时间 因为你很常买那些什么 AIR FRYER 那些什么蒸汽啊 就为了生活方便不对 8点的时候你可以做运动 不要告诉我你做不了运动 还是什么之类的 你可以在YouTube搜索那个 Tabata 4-minute burns fats那一个 如果你Burn不到 fats的话 你可以comment问一下他们 为什么我4分钟还Burn不到 fats 如果我给你10点上班 下班的时间是往上6点 6点的时候 我给你赛车 下一个小时回到家7点 让你洗澡吃饭 8点的时候你可以选择 朋友、女朋友、家人还是朋友 你可以选择去逛街看戏 或者是打游戏 就是你的爱好 提迷 到12点再继续睡觉 一天内 我已经做了你list到的不良 如果我的提议再不行的话 我们就把一个时间 拉去一个礼拜的策划 星期间 那么我们可以选择拿来陪伴朋友 或者是家人 礼拜六的时候我们就陪伴我们的女朋友 虽然现在不能逛街表里看戏 但是你可以看古阿末啊 Netflix啊 爱奇艺啊 哦还有我的YouTube Channel 你可以跟女朋友一起看 陪伴朋友的时候呢 你可以跟她一起打游戏啊 或者是一起相隔 什么是相隔 看女孩子 就是看那种抖音的女孩子 那种换脸的啊 换脸的去 那一个礼拜我们是第三天的时间运动 那你就有运动的时间了对不对 星期一到星期五时候 然后我们就沾心一公的说 可是YouTuber可能会做24小时的哦 这样我讲完这句话 我不是打自己的脸 当然这个提议呢 我已经做到你list到的六件事情哦 其实你觉得我这个分析不能work吗 会不会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生活的要求真的真的太低了呢 其实有时候我希望我自己可以躲进步一点 无论是在说话什么样都好 其实我经常会在上镜的频道 或者是上镜的Facebook看到下面很多人留言讲说 啊我比较喜欢以前的上镜啊 现在的它变了 其实我也时常会有收到这类型的留言 我比较喜欢以前的小爱啊 现在的小爱已经变了啊 我其实很努力的在改变 可是却没有想到我在改变的过程当中 大家其实并没有很喜欢的一个我 可能你会喜欢以前的我 因为以前的我就是拍拍照啊 偶尔就是那种 这样子 可是因为社会的改变 我也必须要做出我的改变 那我也觉得我们大家都应该要学习说话 我又打自己的脸了 story我写 各的双HP跟帅也差不多关系 我只是在形容它那个句子 它可以用我这个形容方法去形容嘛 对不对 它有什么雷声很大却没有ED OK 百年上镜不会介意我在讲话啦 因为毕竟我刚认识真的很骄傲 它应该很希望我双它更凶一点 其实讲真的 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做到 虽然我很贱啦 还是觉得朋友还是有一个贱啦 跟朋友打打闹闹没有关系啦 其实我们想让对方知道他的错误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用一些太过粗俗或者是犀利的字眼 去教别人或者是分享 团答我们想要告诉他的讯息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对他也好 对你自己当然也好 因为别人会看到你觉得你很不一样 其实呢我们人啊 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跟别人沟通 其实上次你会知道我会拍片 我也有私底下跟他沟通过 像杨宝贝呢 我在拍之前 我有把这个剧本告诉杨宝贝 我会拍这类型的视频 但是会不会上场 其实我还是不知道了 但是杨宝贝她是笑着觉得 蛮好笑的这样子 我在做初学媒体这一块的时候 其实我是希望 我可以把朋友带给大家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 不会是一个真的是很打打闹闹啊 还是怎么样 因为那些其实都是我的一些 工作上的需求 其实我的人的目的就是 为了让大家都开心 看到我这个人是开心 而不是愤怒 但关于零上镜的话 那我打零上镜先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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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不要再讲爱情关了吗 哈啰 这个影片过后呢 我也不会再做任何回应啦 我跟他真的是没有吵架 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讲话 非常有刺的人 因为 其实youtuber话3.0 根本就不存在 那我希望这时会可以多点爱 反正把自己讲到回答这样子 然后我太做了 不能想一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大家想一下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所以结束了这个话 大家真的以为我刚才几样办咯 你们其实要不要公开了 我没有跟他在一起 自己的经纪人 自己弄我 所以其实我这个视频拍的来 是希望大家知道我那个公 那我希望这时会多一点爱 过后大家会看到我的火头餐 应该就是我的Sitecamp了啊 我希望大家不要去到我的工作的地方 去跟我讲说 小爱快点出来讲 因为我工作的地方 我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尊重 毕竟我还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我在卖衣服 所有人都要跟我讲 小爱不要卖衣服了 因为这是我的Main Income 叫我不要卖衣服什么事哦 诶 你不是要Ending吗 那我Ending 掰 很长期啊欸你 我又Sitecamp了 到另外就是谁突然讲的 这位影片的总结就是 在这里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谢谢大家今天就要吃醋 OK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